好,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课本的这个选择题 练习题这样子 走第一题我们来看一下 陈文斌同学 剩有石灰水的四季瓶 存放在存放的时间久了之后呢 它的内膜会有产生一层白膜 要洗去这个白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嗯 完全听不懂 因为之前还没有参考 没关系 我换一个人 我还是找回我们原班的底 原班的班底 昆臣的同学 他们的课本是英文 昆臣好像是上过了 你们的好像是在初二的时候 就已经上了酸剪言 不过课本是英文 你们要注意 因为正式的考试花文 所以你们也要 没关系我们换人 陈伊林同学 首先石灰水其实是碳 石灰水是什么 石灰水是CaOH2 但是它放久了 它会跟这个二氧化碳反应 所以它其实是碳酸盖来的 所以这个白膜 讲简单一点 这个白膜其实是碳酸盖 那我要洗去碳酸盖的话 我最好用什么呢 陈伊林同学 B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用盐酸 然后有些学生讲 为什么要用水洗的 因为你用盐酸洗了之后 它会形成碳氯化盖 氯化盖还有水 那如果你没有用水再去 我们叫聋过 就是用水再去洗过的话 它可能那个盐就会在里面逗留 那在里面逗留的话 干了之后 它那个白膜又会变成水剂 所以就会有我们每次讲 我们洗过的东西 好像又有水剂 对不对 因为我们用的水是水喉水 水喉水里面有盐 所以这个水再干了的话 它就会变成了白色 这样子一个水剂 所以我们最好用的水 也要是蒸馏水 用蒸馏水去洗过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水剂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最好的方法 要先用盐水 把那个白膜给反映掉 变成了溶鱼水的 溶鱼水的盐过后 再用蒸馏水再 漂洗 大概是这样子 第二题 如意文 用一种湿剂能够区分 盐酸 食盐溶液 还有澄清的石灰水 这种湿剂是什么湿剂 盐酸是HCL 然后食盐是NACL 还有澄清的石灰水是CAOH2 那你用石灰水 石蕊的话 你的答案是B 你用石蕊的话呢 一个是酸 是酸性的 食盐是中性的 石灰水是碱性的 所以这个石蕊四季呢 就可以很容易看出来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紫色 一个是蓝色 OK 粉泰呢 很多人讲 老师如果你讲酸减食之季 粉泰也是啊 但是问题是粉泰 它的中性和酸性的都是五色 所以变成了你没有办法区分中性跟酸性 然后 其他的化呢 绿化铁 绿化铁 绿化铁加进这个石灰水呢 会有这个续状沉淀 但是在这两个呢 就没有办法区分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 好 再来第三题 陈义军 PH6的溶液 要变成PH8的溶液 我们可以加什么呢 我们可以不可以加水呢 我们可以不可以加氢氧患纳 还是吸流酸 还是PH0的溶液 应该是PH 应该是氢氧患纳了 那你加水的话呢 你会PH值呢 会越来越贴近气 但是没有办法超过气 因为我们的水是中性的 所以你最多是越来越靠近气 越来一直稀释它 越来越靠近气而已 所以如果要去到8 我一定要用碱性的 那在这边的碱性的只有氢氧化纳而已 吸流酸跟PH0都是酸来的 都是酸性的 只能降低 那个PH10没有办法提高 好 第四题 计划N 像 滴有粉泰溶液的 氢氧化纳 红色的 然后呢 逐渐滴这个盐酸 OK 是过量 所以整个的 整个的叙述 正确的是什么 你选的答案是B OK 首先呢 它这个氢氧化纳的 粉泰在氢氧化纳是红色的 所以你逐渐滴这个盐酸的话呢 它就会开始过量的意思呢 它就会变成酸性 会变成酸性 不过呢 它变去中性的时候呢 它就会无色 即使它的这个 去了酸性也好 它也是无色 所以呢 整个颜色变化 应该是红色变无色 PHA值 它会变去酸的 所以它的这个 PHA值会慢慢的减少 慢慢会减少 不会不会增加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B OK 正确 第五题 第五题 磁碗玄 以下各类的盐中 大都不容于水的盐是 不容于水 大多数都不容于水 就有点类似我跟刚才给你的练习了对吧 碳酸盐是大部分都不容的 当然是A非常好 那安盐是全部都容 酵酸盐也是全部都容 硫酸盐是大部分容 只有少部分 BASO4不容 所以你要记得特例哪一个不容 如果你是讲 大部分容的 你就要记那个不容的 大部分不容的 你要去记容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 好 第六题 邓玉胜 某个同学呢 他为了区别青岗花纳和吸盐酸 所以这四组的方法 其中不能达到目的的是 两个他都加每条可以不可以区分 就是说他不知道哪一瓶是哪一瓶 两个放每条可以不可以知道区分出来 两个放粉胎可以不可以区分出来 两个放石蕊可以区分出来吗 还有两个放二氧化 他还可以不可以区分 当然是Donkey 所以Donkey 也就是说Donkey区分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看这两个都是酸碱指示剂 我们看粉胎加进去 酸性会是无色 碱性会是红色 那我就区分出来了 对不对 那石蕊的话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蓝色 我也区分出来了 那再来看 是每条到底会发生什么反应 我们知道金属跟酸会反应生成氢气 对吧 这个是第一张的会生成氢气的 所以他就会冒出气泡来 跟碱性会不会啊 不会 跟碱性不会反应的 所以变成了有一个会冒出气泡 另外一个不会冒出气泡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冒出气泡的那个就会是酸的 所以这三个都可以区分 二氧化碳会不会啊 好像都不会反应吧 二氧化碳会跟氢氧化那反应 会跟氢氧化那反应 不会跟盐酸反应 但是你讲 这样他一个反应一个不反应 这样我不是知道是哪一个 问题是他跟氢氧化那反应 他产生碳酸那有没有融于水 也是融于水 所以你看不出来啊 一个融一个不融 但是融了融的也是无色 不融的也是无色 所以变成看不出来 除非这一边的这个氢氧化那 换成了氢氧化钙 那这个二氧化碳通进去呢 就会产生碳酸钙 不融于水的碳酸钙 就会变浑浊 那就区分着出来 所以因为这个是碳酸那 所以区分不出来 这样子可以理解啊 OK 所以我们的题目啊 要看很多的题目 你才知道 要怎样去区分它 不简单的 化学的部分真的很不容易 你要灌连灌呢 有时候会用到 第一张的东西 有时候又甚至会用到 以前我们上 这个二氧化碳的时候 我们知道 哦通入石灰水的时候 会变浑浊 石灰水就是所谓的 氢氧化钙 以前不知道 现在开始要把这些东西 给连贯起来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简答题的部分 我直接告诉你 那个答案 这个呢 也是很典型的 跟这个上一张呢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图 对不对 算是一个summary 然后呢 酸的话呢 会跟什么反应 会跟什么反应 你会有一个图 然后呢 这一题呢 就是用简容液 第一个 它会跟指示剂反应 对不对 so 他就问了 简容液 在无色粉态 它会变什么颜色 无色粉态呢 会变红色 石蕊的话 会变蓝色 ok 所以这个呢 是红色 第二呢 它会跟非金属氧化物反应 so他就问了 非金属氧化物 非金属氧化物 所以它在空气中会变质 主要是跟什么反应 主要当然我们空气里面 是有二氧化碳 对不对 所以我们 NaOH呢 加上CO2呢 它会得到Na2CO3 加上H2O ok so这个就是它所谓的变质的一个反应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收藏这个氢氧化纳的时候呢 要密封起来 防止它变质 再来这个第三呢 是生成盐和水的 所以生成盐和水 第二也是会生成盐和水 但是第二呢 是非金属氧化物了 这样第三呢 这个应该是跟酸呢 对不对 所以三的这个箭头上面呢 应该要填上酸的 酸加碱得到了盐和水 碱加非金属氧化物也是盐和水 然后呢 再来的就是某些盐 会生成新的盐和新的碱 所以这个他没有问 他没有问 他只是问4号呢 反而是问的是 碱溶液呢 有类似的化学反性质 是因为 所有的碱溶液呢 都含有什么东西 那就是OH负离子了 对 所以因为它的 负离子那边呢 都是有这个OH负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碱的一个通信的原因 好 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某个 某个环保小组 检测一个造纸场 像这个盒中呢 有非法排放出 这个碱性的肺液 根据你所学的知识 来检测这两种 设计两种检测 碱性肺液的方法 那首先你要知道 造纸场会有放出什么碱 对吧 这前面你有学到 我们的这个 氢氧化纳 氢氧化纳 是拿来造纸和造肥皂的 所以相信呢 它这个肺液呢 就是所谓的氢氧化纳 那两种检测 碱性肺液的方法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检验呢 所以你可以 我想到的是 加氯化铜 对啊 加氯化铜 它就会形成了 这个蓝色的絮状沉淀 就或者是又加这个 绿化 三架的绿化铁 三架的绿化铁呢 就会有这个红褐色的出现 红褐色的一个沉淀的出现 所以呢这里应该就是这两种检验的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讲说我直接放石褐了 我直接放石褐 它呈现蓝色 我们就知道它是 碱性的嘛 好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OK 所以设计两 两种检验的方式呢 最好一个是用酸碱子刺剂剂 另外一个呢 就不要再用酸碱子刺剂剂了 两个都放酸碱子刺剂剂 有点太容易了一点 所以你就用了不同的方式去检验它 好 再来看第三题 综合酸性土壤呢 一般我们是用氢氧化盖 或者你可以写熟石灰 熟石灰 我们一般是用这个 熟石灰这个俗称的了 那化学室呢 就会是CaOH2 这个二要小写 因为我们打字 就打不到那个小写 这个你们要注意 我一再的提醒了 这个二要小写在下面 酵酸钾是黑火药的组成成分 也是一种肥料 然后它的这个化合 化学室呢 是KNO3 酵酸钾呢 是哪一种酸加哪一种减 综合而成的 那你就会讲KOH 对不对 K就补OH NO3就补一个H HNO3就是硝酸 KOH的就是氢氧化钾 所以它应该是氢氧化钾加 销酸 综合而成的 大概是这样子 最后第三题 有三瓶无色溶液 一个是硝酸银 一个是碳酸钠 一个是氯化钙 请你设计一个方法 来把它们三个给区分出来 那因为这三个呢 都是 都是什么呢 都是盐来的 都是盐 而且 有酸碱性吗 第一个你要想 有没有酸碱性 碳酸钾 应该是弱碱性的 之前我们有提过 因为碳酸呢 是弱酸 然后呢 氢氧化钾 是强碱 所以强碱加弱酸呢 这个呢 是会有呈现 微碱性 这个有呈现微碱性 所以如果你要用石蕊 可以的 先地石蕊 这个会呈现 这个会呈现这个红色 你区分出来 那酵酸银呢 我们加盐酸 哦 这个呢 是用一种试剂罢了 sorry 所以如果你用粉态就不行了 因为粉态 你只能区分出这个 这两个没有办法区分出来 那这一边呢 他们答案呢 是用盐酸 那盐酸的话呢 你会看到盐酸是HCL 它加酵酸银呢 它会形成这个AGCL 是白色的沉淀 所以你就看到 哦 白色沉淀 那这个应该是酵酸银了 那如果呢 它是跟碳酸钠的话呢 这是碳酸盐 碳酸盐加酸呢 会冒出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气泡 所以一放下去 哦 冒气泡的 这个是碳酸钠 那盐酸加氯化钙呢 没有反应 那没有反应也是好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三个就可以区分出来 三个不同的 反应 不同的样子 一个是冒气泡 一个是有沉淀 一个是 还是 澄清的 所以呢 这个盐酸呢 就是一个 可以区分这三个的东西的 OK 明白啊 啊哈 谢谢大家